欢迎大家来到分享主意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种汤品 一连四季都可以做来喝 先来看看有哪些材料吧 首先准备吃小豆和梅豆各一小把 用清水抓洗一下灰尘和杂质 然后再倒入清水浸泡着备用 接着在碗中加入几个去核的红枣和小水玉竹 加入清水浸泡着备用 准备一根洗干净去皮的胡萝卜 切去头尾 然后改刀切成块 稍微大一点的对半切开就好 长出放入盆中备用 再准备和手掌一般长的粉格 先切皮 然后再切成块 切完后盛出 放入盆中备用 把买回来的新鲜鲫鱼 先清洗干净 用鲫鱼包出来的汤 会比较鲜甜好喝 洗完后沥干水分 把鱼对半切开 方便煎煮 热锅倒油 放入姜片 然后再放入鱼块 把鱼煎熟煎透 把鱼煎到像这个样子 就可以盛出来 这个鱼鱼鱼刺比较多 所以放入布袋里包就比较好 喝的时候就没有鱼刺骨 盛出来之后 先放一旁备用 然后把鱼爪和猪骨头 清洗干净 今天这个店家很贴心 都帮我把鱼爪上面的指甲 砍掉了 这样就比较干净了 接着烧开一锅水 下入姜片 洗干净的鱼爪和猪骨头 然后再放一瓶盖的料酒 把它们焯水 随后撇出浮沫 撇出完之后 捞出来 放入凉水中 再次彻底清洗干净 好了 水开之后 放入煎好的鲫鱼 水的用量大概是2.5升 然后再加入猪骨头 鸡爪 加入猪骨头和鸡爪 可以让汤底更加的醇厚 然后再加入粉鸽 胡萝卜 梅豆 还有赤小豆 加入3个红枣 和几块生姜 最后加入玉竹 把所有材料都放进来之后 盖上盖子 先用大火烧开煲30分钟 再转中火煲40分钟 时间到了 打开看一下 哇 鲫鱼的鲜味完全融化到汤中 只需要加两小盐 简单调味就已经足够鲜甜了 把鱼汤袋拿走 就可以尝出来喝啦 这个粉鲫鱼包猪骨汤 汤底醇厚鲜甜 适合一家人 一连四季饮用 是去饭店 必点的汤品 在家 也能够轻松做出饭店的出品 喜欢的朋友 也收藏起来 试试吧 希望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感谢大家的观看 更多的美食视频在等着你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